我剛剛還以為是那個牛肉的花紋之類的 哈囉 大家好 我是KAYAN 今天呢 要來跟你們一起開箱一包 我也不知道裡面裝著什麼的東西 那這一包東西呢 是我請代購幫忙抓的MT一把抓 在這邊 這一包裡面裝的是一次一把抓的份量 這代購還蠻會抓的 你看我的手這樣子 覺得這些量我一個人應該抓不來 因為我的手指頭就是蠻短的這樣子而已 套不了多少紙膠袋 那什麼是MT一把抓呢 這邊我要上一個簡陋的小道具 就是這一桶 MT一把抓是MT在展覽的時候會推出的一個小活動 那這個活動一次就是500塊日幣 每一個人有20秒的時間可以去抓 那抓的箱子當然沒有那麼小啦 就是很大一桶 然後你不會知道裡面有什麼款式 就是你不知道款式 不知道粗細 就是你只能把手這樣伸進去 然後你就有20秒的時間 你可以在裡面盡情的 喇它 然後喇到就是覺得說 欸 我的手這樣好像可以抓很多的時候呢 你又不能抓太多 因為它這邊會有一個蓋子蓋住 所以你的手還必須得要出得來 這個蓋子才算是你的 就是這樣抓出來的 才算你的 那這一包呢 就是代購抓的 代購說最少有八卷 那我知道摸起來是鐵墊超過八卷的啦 我們就一起打開來看看 到底有哪些款式 其實我覺得這個跟買福袋的意思很像 你不會知道裡面有哪些圖案的東西 像我自己比較擔心的是有重複的 那如果重複的是基本款 我就覺得沒什麼關係 這一包看起來好像還蠻厲害的耶 而且有粉紅色 其實我不太愛買粉紅色的紫膠袋 來看一下 它到底都幫我抓了些什麼 包的蠻仔細的 這樣是幾卷啊 這樣是一一 打開來數好了 看起來都是細的耶 我覺得這活動要說划算是划算 可是說不划算也是不划算 因為你不會知道你抽到的 是不是你的風格啊 然後是不是你喜歡的 所以就還蠻冒險的 如果說以日幣500來算的話 我覺得是蠻可以玩個一兩次的 然後也可以跟自己的旅伴PK 看看誰抽的比較多這樣 打開之後是這樣一包 我的總共有13卷 但大部分都是蠻細的卷 把它倒出來 這卷紅的好粗喔 可是我沒有看過它 這樣 粗的還算蠻多的 然後這個是沒有看過的 幾乎都沒有看過 這一卷我有 然後我的是比較粗一點的 在這裡這個 也用蠻多的了 是一樣的 其他的好像都沒有的樣子耶 這個綠的我還蠻喜歡的 它感覺很特別 把它拉開來看一下 這是我目前這些裡面看到最喜歡的 這個很棒 我喜歡這個 都是我喜歡的圖案 然後循環好像還蠻長的耶 嗯 等一下喔我來把它們都展開給大家 瞧瞧 黏住了 欸它黏住了等一下 我怕黏在這個上面會有棉具 我把它黏在筆記本上好了 其實這應該也算是MT 就是消紙膠帶的一個好方式吧 之前還有看過那種秤重的活動 可是我都沒有玩過 那感覺也很超值 應該貼得下 這個我喜歡 我最喜歡的是這個 我這一次好像蠻多綠色的耶 你們看綠色的就佔了四卷 我總共是十三卷 就有三分之一是綠的 這個算是 青蘋果綠吧 這兩個綠好像是一樣的 嗯這個比較偏黃一點 這一卷的外圍有一點髒髒的 但拉開之後裡面都很OK 再來這個也是這邊邊邊有一點 可能弄到吧 這個蝴蝶結我有印象 好像已經蠻久的了 但是這個我沒有買過 因為這比較不是我的風格 這一卷紅的感覺也蠻厲害的 這種我是從來沒有看過的那種 我剛剛還以為是那個 牛肉的花紋之類的 它上面的圖案是做正方形的 一格一格的正方形 這樣可能看不出來 因為它還蠻花的 如果這個有兩三個顏色的話 就可以拿來pint 應該是還蠻不錯的 細的紙膠帶我自己比較少用之外 其實也比較少買 因為我不太會 細的我比較不知道要怎麼用 這一卷它上面是做有一點燙銀的效果 蠻好看的 這個就是燙銀的效果 有人跟我一樣開紙膠帶的時候 常常都會找那個 缺口在哪裡找很久 再來這一卷是有圖案的 應該是什麼咖啡下午茶之類的吧 看到一些杯子啊 然後小蛋糕之類的東西 好像會貼不下來 看起來 剛剛好 再來這個好了 這個是深藍色配上 白色點點 蛤這我 目前完全沒有想到可以貼在哪裡耶 而且還找不到開口 我比較多都是白底 然後 上面是有顏色的點點 因為剩下的都差不多 所以我把它貼一半就好 這樣等一下 我才不用收這麼多 這個是一樣的 我拿到重複 登 這個 這個 這兩卷一樣 看得出來吧 只是切的方式不一樣 真的切的粗細不一樣 真的會讓整個紙膠帶 看起來有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再來粉紅色好了 粉紅色這一卷也是髒髒的 而且它的 那個 形狀有點 詭異 不知道是不是擠壓到的關係 這個綠的 這個綠的我喜歡 因為這個綠的啊 它圖案才切得很剛好 就是 像藍色這一卷 它點點這邊就被裁掉一半 但綠的這個是完整的一個菱形 雖然說上面好像有一點點小菱形的邊 但至少不是卡一半啊 或者是怎麼樣 至少它有一個圖案是完整的 覺得這樣就很OK 再來這個是一個交叉的線 然後顏色它就是 應該是米白色的底 欸是 對有點黃黃的底 然後上面有 咖啡色紅色跟黃色三個顏色組成的 這樣全部的展開 其實我也說不上來這樣划不划算耶 因為這樣看來我自己可能會用到的就是這個 然後這個 這兩個不一定 然後 這個我還在想 這個我有了 這個可能會用吧 其實這樣看起來我真的能用到的好像沒有幾卷 然後呢 因為我是找代購的關係 所以價錢相對有比較高一些些 自己抓當然是會划算比較多啦 但是畢竟你還得負擔 什麼機票啊 或者是住宿等等的成本 可能要自己斟酌一下 嗯 但我搞不好下次看到代購又開 然後我就會又覺得 嗯 好像可以試試看喔 又去抓了一次 也不一定 那以上這裡呢 就是我這一次的 MT一把抓開箱 不知道大家這樣看完之後覺得 划不划算 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一下 然後或者是有人有抓過的話 可以分享一下你們的 抓抓樂的技巧 最後呢 我想要再跟大家分享一個 也是在MT展覽上會有的小活動 就是扭蛋 那扭蛋的話 之前MT來台北或者是台中辦展覽的時候 都有這個扭蛋 那扭蛋的話 大家都會想要有中獎款嘛 中獎款的話就是 你可以拿這個裡面 它會有一個小紙條 拿著紙條再去櫃台跟他換一捲 你要的紙膠蛋 那這一次我是在 舊書特賣會 那它裡面就有賣扭蛋 它扭蛋就是一大欄給你自己選 裡面就是有的有紙條 有的沒有 我一開始不知道 裡面的紙條是實際上可以拿去換紙膠帶 是後來有讀者跟我分享 我又再去買了三個 因為我那時候看它現場剩下的中獎款有三卷 是我比較喜歡的 所以我就買了三款 三款的話是這邊 這個是一個斜線的 就是線條式的 然後這個是花的 這個花的設計概念跟這兩卷很像 它就是一段一段一段的圖案 然後每一段都有點不一樣的元素在裡面 最後一個是這個 摺紙的步驟 這個我覺得很可愛 但是其實我不太知道它要貼在哪裡跟怎麼使用 把它展開稍微貼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的話 摺紙的比較長 我應該就不會把它貼完了 它是這樣子 一步一步來 再來這個的話 我其實也沒有想到要怎麼用 只是我 其實我那時候的想法就是覺得說 這些紙膠帶的款式我都還蠻喜歡的 然後 加上它這次的扭蛋一卷是賣50塊 50塊可以拿兩卷 我覺得算蠻划算的 想說先買了 再來想之後要貼哪邊 這個也很可愛 其實有一個我最喜歡的 但它已經沒了 所以我就挑了另外三個 我也都還蠻喜歡的 在這邊就一起跟大家分享 之後有機會的話 當然是也希望自己可以去日本 就是再看一次MT的展覽 我自己在 好像三四年前吧 有在小倉逛過一次 但那時候我不太知道它整個活動的流程阿等等的 那時候是一個非常新手的狀態 也沒有現在網路上這麼多的資料 或者是大家參觀了很多展覽的心得可以參考 所以之後有機會的話 還是希望自己可以再去個幾次這樣子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了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開箱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